由姚明业力夫妇联媚参演的公益威电影 爱的代价之非诚物价 昨天在上海举行了全球的首映仪式 姚明夫妇们共同发出酒后不开车的理性的饮酒号召 希望驾车人为几位人远离酒驾 这部公益威电影片名为 爱的代价之非诚物价 时长六分钟 片中姚明饰演了一位代价劳模 故事从劳模在结婚纪念日 接到代价任务无法分身 只能集聘代价司机开始 引出一连串关于责任和承诺的故事 短片诙谐幽默笑点不断 姚明表示 爱的代价是对家人最温馨的承诺 希望每个人都能思考酒驾的危害 自觉做到酒后不驾车 安全的开车对你的家人是一种惶张 同时安全的开车也是对其他的路人 可能对你来说只是擦肩而过的路人 来责任 东方卫视记者方婷上海报道 水瓶 水瓶